谈判时该设最低目标还是最高目标。谈判课上,有同学问到该怎么设定谈判目标的问题。谈判过程中有两个点,一个是我们的底线,在理论上叫安全点,Security Point,或抗拒点Resistant Point,也就是如果没有谈判的话,我卧塞,手上有多少东西。 谈判之后,我手上的东西,一定要比这个多才行。比如这个数字,我会抗拒、拒绝签字。另一个点是我想要达成的目标,我最越观的目标是实吗?当然,这个目标的有客观的数字或先例支撑,才不会天马行空。 面对这两个数字,我们到底该带哪一个数字上桌?许多谈判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,目标定得高的人,最后达成的协议也比较好。 反之目标定得低的人,达成的协议就比绝差。因为目标和底线,也构成谈判的两个焦点Focus Point。 谈判过程中,我们常会有一些人同词心,心同词里,大家都会盯住看的点。比如整硕、中硕,这就是所谓焦点。而谈判的最终结果,也常常就是围绕住焦点在转。 如果我们上桌后,眼睛只盯住底线,那底线就成为焦点,最后的结果也经常就只是围绕着底线打转而已。也有学者做实验,一个老板及两个销售不同的指示。 他告诉甲月,你是老鸟,所以要及你一个最低借的要求。你开借4000,最多只能打八折,受借不能低乌3200。 告诉乙月,你,是菜鸟,不仅你要求,开借4000,你尽量卖,卖得借钱越高越好。结果除非乙墨成交,不然乙的成交界经常都比甲高。为什么?一个原因是老板及甲3200的底线,其实也暗示了他,4000到3200这一段是可以让的。所以在这个区域里,面,通常他都不会坚守。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焦点。甲是带住底线,而不是带住目标上桌的,所以最后成交界也只是底线而已。 在谈判课上,我常阅老板和伙计最大的不同,在吴老板是想谈好,而伙计只是想谈成,而已,指的就是这种现象。可是带住目标上去,也必须务实,并且随时跟聚客观环境变化,调整自己的目标。 比如商业谈判上,卖方常常会把借格定位目标。其实这是不对的,因为真正应该争取的是利润,不是借格。 有时我,没应该让借,而在别的地方获取利润。所以一定要随时根据最新的资讯,调整我们目标的优先顺序。 如果只知道抓一个目标,然后一头栽进去,勇往直前,就好像拍卖场上,有人带住目标上去,就是想赢。 结果一路加戒,一路,加戒,最后赢是赢了,却发现自己好像负得太多了,怅然若有所失。 这就是学者所悦的赢家的诅咒,这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现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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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